会宣布参选吗 先等我上去跟党中央谈一下 一文罗志强两天前才到国民党中央谈 年底桃园市长选战 随后他在联署预告 将直播宣布人生中最重要决定 被解读将宣布交诸桃园市长 但八个小时后 罗志强深夜两点发文取消直播 说原本连声明都写好了 但晚间接到朱立伦的电话 谈了近三小时 朱立伦还要求他在清明廉价期间 不要对外发言 罗志强两度预告参选 都被朱主席劝告暂缓 蓝营明代以岳飞形容罗志强 说他被12道金牌追杀 党中央卡强同袍怒火 更转向朱主席 已经拖了这么久了 会让大家觉得主席优柔寡断 没有办法带领我们整个党 根据评评报道 蓝营一份内部民调 桃源市长选情立委鲁明哲最高 接着是立委万美林罗志强 最后才是吕玉琳 但因为桃源议长邱玉胜 议员陈万德强力主导 桃市长提名力挺吕玉琳出现 更有邱义胜的不排除退党一说 被认为邪天子以令诸侯 连朱立伦也无法真正做主 国民党党中央在桃源的掌控力是很弱的 邱义胜议长在过去在桃源的经营 是非常非常扎实 指定给谁来参选的话 大家都以邱义胜意见为意见 蓝营地方派系启动围墙计划 朱立伦更次次劝退罗志强 如今惹得党内杂音不断 党中央如何平息 恐怕很头大 三天远俊强射凯中 看到